上周二,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修改柴湖注射液的说明书公告,明确规定,柴湖注射液儿童应该禁止使用,知名药剂师纪联名两天后,在自己创办的问药师公众平台上,开完除了蔡浮针,这些针迹也要列入儿童进用药清单,再次提醒大家, 还有,赖安匹林注射液,鹰汁黄注射液,阿唐显干注射液,也应该一定被奈儿童进用药的范围之内,除了柴湖针,这些针迹也要列入儿童进用药清单,在国内最早药品监管机构,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, 注入以上4款注射药页的名字,都能看到相关的禁止公告,或者说明书修改公文,蓝皮铃修改说明书公告,注射用,鹰汁黄注射液修改说明书公告,注射用丹磷酸癌糖显干安全风险提示通告, 至于剂莲梅药师,在文中提到的中药注射液,相对于西药注射液,确实是更加应该引起重视,不能打着传统中医药的幌子, 接药物提取的一些相关技术,既不能明确引用的化学成分,春化提取,又不严格引臨床药物试验结果为检验标准,就直接面向大众上市售卖工人使用, 这样的行为,说得严重一点,就是打着传统中医药幌子,拿人民生命开玩笑,只顾力不顾廉耻地耍流氓, 传统中医讲求辩证失智,是有自己的科学道理的,传统的中医药剂型是完散高单,一人一方,确实没有千人一方的注射液剂型, 更是没有夸杂或者暗示药药的药名,更多的是一方药中具体的药材在以命名, 如,桂枝汤,麦黄汤等,懂得现代医疗的朋友都知道, 无论是所谓的西医,也好还是传统中医业吧,都是要讲求实证的, 中医讲辩证失智,西医讲群证医学,都讲求到实证,都得是有临床实证,才能让人幸福, 得以传世的,型号之所以能作为传统中医药的代表而传世, 正是因为有了伟大药学家陀游优用科学的办法, 提传病症是其中的型号宿的实际临床作用,才得以被普遍认可的, 支持剂连梅钥匙的观点,不反对中医药,拿出科学的实证来, 笔成监控讲中医国粹,号召保护传统国粹中医要来的实际, 一切用实际行动说话,用事实证据证明才是根本之道, 等到别国用事实论证,流传甚广,改良称之为汉坊就买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